今天來對比一下這個LV牛仔 這雙是正品的 其他四雙都是Fake 等一下我們對比一下Fake跟正品有什麼區別 首先我們來對比一下它這個鞋頭 鞋頭主要是看它這個皮料這個牛仔 還有這個LV這個印華 我們首先來對比一下它這個皮料 第一雙Fake它這個皮料是比較接近的 這三雙皮料都是有色差的 特別是這雙比較明顯 還有就是它這個LV 這個LV是固定的 這四雙都是有LV 但是它這個地方 它這個地方是比較在下面一點 在中間的 這個也是在中間 這個也是在中間 這兩雙直接到上面去了 這個鞋是不對的 我們再來對比一下它這個壓印 這個鞋頭上面這個LV的壓印 正品它這個壓印是比較深的 看一下第一雙Fake 第一雙Fake它這個壓得也是比較深的 看一下第二雙 第二雙這個稍微淺一點 第三雙這個也是差不多 最後一雙它這個是比較淺的 這個是比較錯誤的 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就比較明顯了 一對比就比較明顯 我們來對比一下它這個側面這個硬化 一二三四五 它這五個地方是比較固定的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雙Fake 第一雙Fake 第一雙Fake 一二三四五 它這個五個地方都是比較固定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第二雙Fake 第二雙Fake 它這個一二三四五 它這個是 這個是不對的 這個順序可能就是 它做的比較上去的 它這個硬化是看不見的 第三雙Fake 它這個硬化也是錯誤的 這個是順序比較亂 正品是一二三四五 它這個是印到它上面去的 還有它這個滑板也是一樣 我們再來看一下最後一雙 最後一雙Fake 最後一雙Fake也是一樣的 它這個硬化都是錯誤的 這個就可以一眼分辨出這個真假 這雙這個硬化是比較正確的 第一雙Fake它是比較正確的 我們再來對比一下它這個後跟 比較容易區分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這一條 這一條它是 這個淺藍色 第一雙Fake它這個也是淺藍色 第二雙它這個是黑色 第三雙Fake它這個也是黑色 第四雙它這個是比較藍 這個就很容易區分 還有一個細節點就是它這個硬化 這個LV兩邊是有這個滑板 第一雙Fake它這個是有滑板 這個是比較正確的 第二雙Fake它這個是沒有的 這兩邊是沒有的 第三雙這個也是沒有的 第四雙它這個有 但是它這個畫板是只印了一半 有一半是不見的 像它這種皮料是比較廢皮料的 因為定位的話它這個是比較廢皮料的 做出來成本也是比較高的 今天主要是對比這幾個細節 裡面的這個中底還有這個鞋鏈 我就不對比了 感興趣可以關注一下 後面還會對比這個更多的這個幼兒門球鞋